不但只有說近期的這個北美生技大漲 還有是7月份即將要展開的亞洲生技大漲 目前的話全美在病患的話就高達16萬 而且這只要一染病之後 算是這個終生的用藥 東南亞的藥品市場 算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一個市場 台股PK戰比誰更會賺 歡迎收看今天的前進擂胎賽 我是股市賽評陳武傑 好那經過了全世界全球都關注的 這個Computex大展之後 北美的生技大展 其實也是同時間的進行 我想對於整個生技未來的一個成長動能 這個是 繼AI之後 我想也是投資朋友相當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不但只有說近期的這個北美生技大漲 還有是7月份即將要展開的亞洲生技大漲 因此我覺得要特別來幫大家鎖定一下 在我們這個 紅方的是代號6446的田生技股 藥花藥 最近股價表現也開始慢慢的來做一個發動 到底目前的股價 具不具有這樣的價值 而今年到底在漲什麼 待會我們再好好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另外在藍方的部分 來是1795的美食 近期股價也開始在做一些打底主體的表現 而且過去這三年的這個營運獲利 也是相當的一個亮眼 那在今年的話 也是渴望持續來做一個成長 而對於這兩家公司在2024年 到底值不值得投資朋友來做貫出 而這兩家公司該怎麼投資 哪家公司比較好 我們就趕緊進入今天的前進雷拍賽 第一回合的比較 我們來看看到底這兩家公司的 基本面跟財務面的一個狀況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從整個圖表上面 其實大家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了 以今年第一季的營收狀況來看的話 藥花藥其實已經先行來做一個發動了 那這個儘管說可能今年第一季的營收 成長的幅度沒有像美食這麼大 可是比起去年同時的話 也是高達了86個百分點的成長 那毛利率的部分呢 其實藥花藥作為一個研發的廠商 本來就跟IT設計一樣 他會享有比較高的毛利率 特別是藥花藥作為新藥的研發公司 旗下的這個ROPEG這樣的一個產品的話 目前的話算是歐美唯一的真性紅雪球真身症 這個簡稱PV的一種用藥 那這個其實是血癌的一種 那特別針對這個血液 這個紅雪球的一個真身的情況 來做一個有效的抑制 目前的話 全美在病患的話就高達16萬 而且呢這只要一染病之後呢 算是這個終身的用藥 也是這一兩年 大家相當關注的 整個血癌藥上面的應用的話 持續的往上來做一個成長 那毛利率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高達了88個百分點 那儘管說營業率的部分僅僅才一個百分點 但是從整個財務面情況來看的話 作為一個研發的公司哦 代表說他現在其實已經在水平面上面了 那對於未來的成長動能跟爆發力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觀察的一個重點所在 那美食的部分呢 當然毛利率的部分 稍微比不上藥滑藥了 可是呢 作為這個 學民藥的這個大廠的話 這個毛利率也是高達54個百分點 這個表現其實也是相當的亮眼了 那去年的這個EPS的話大概在15塊 那單季的獲利的話 今年第一季的話 其實已經挑戰4塊錢的一個獲利了 那唯獨就是說 可能在整個本利比的部分 稍微比藥滑藥低一點 因為以藥滑藥的這個 342倍的本利比來看的話 這個就本利比啊 這個我們過去都俗稱叫什麼 我們是叫本夢比的概念哦 但是以他的股價靜值比來看的話 我覺得還是比較相具具有安全性一點啊 基本上在他們整體的財務狀況來看的話 我認為其實算是一個伯仲之間哦 這個各有優缺點哦 那只是說 對於公司則營運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藥滑藥呢 在今年的話算是以學藥藥 這個最是大家所關注的一個焦點所在 那另外以美食的部分哦 作為這個學民藥的藥廠哦 那本來在開發的部分哦 相對風險就來的更低一點哦 那今年的話當然透過了一些整併啊 還有這些技術授權的合作 營收狀況的話也持續來做一個壯大 而且呢這個也專注在學藥藥的這個 開發上面哦 那在今年的話第一季哦 因為去年的基期來的比較高一點哦 所以呢今年年成長的這個情況的話 稍微有點一個衰退哦 可是目前來看的話 都還是公司所預期的一個範圍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在今年的這個營運的狀況 還是渴望持續的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一月一回合這兩家公司哦 在今年的營運展望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一下藥滑藥的部分 來藥滑藥啊這個受惠在整個PV的 這個新藥的一個快速成長哦 同是在今年的話 北美的地方哦 病患的這個年成長的幅度 就高達57個百分點了哦 那共存整個藥滑藥的這個成長的話 是高達了100% 這個倍數般的一個成長力道 那以日本來話 目前用藥人數也超過200人哦 其實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整體的營運的這個人數的成長 確實是相當的一個驚人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樣子哦 因為Ropec這樣的藥品 他其實不是只有治療PE 他可以也是可以治療這個 原發性的血小板過多症 那我們簡稱ET的這個病症 那目前已經進入了三期的臨床 這個實驗了 那也陸續在明年上半年的話 要進行的解盲 那預估呢 也在2026年 要在美國取得藥證上市 所以也就是說啊 對於藥滑藥來看的話 其實未來的成長力道的話 其實算是相當的這個值得期待了哦 那不是只有北美地方 還有像東南亞的地方的話 也是預估在今年的話 不管是在中國大陸 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預計可以在今年取得PVE的這個藥證 那目前呢 公司的這個產能的話 也有辦法供應 2萬名的PE的病患的需求 那預估到2026年 也會再增加1.7萬的藥品供給 所以對於目前美國的PVE 還有ET的需求的話 預估將潛在市場高達了219億美元 藥滑藥之所以在這一兩年 大家對他期望成長會這麼的樂觀 還有一個最主要原因 就是保險公司的給付意願增加 根據美國最新的NCCN的 癌症治療指南當中 這個ROPEG這樣的一個藥品 他其實是符合高風險 跟低風險的共同使用用藥 所以目前呢 已經達到了美國的前10大 保險公司的8成 這個8家公司 願意來做一個給付 也就是說他的覆蓋率 是相當高的一箱藥品 所以對於他的營運的營收成長的話 確實是值得投資朋友來做關注 再加上呢 今年的4月份 這個藥價的部分 調漲了1.9個百分點 在保險公司願意給付的情況之下 渴望持續提高市場上面的滲透率 那再來的話 當然就是權利金的收入 有望在今年來做一個認列 因為公司在2017年 跟歐洲的合作夥伴 AOP 這個產生的一些訴訟上面的問題 那目前仲裁的部分 預估在今年夏天就有出現結果了 那只要這個 AOP的話 他不要再上訴的話 權利金就渴望在今年來做一個認列 而這個部分呢 以目前藥華藥 才34億的股本來看的話 這個超過10億的這個權利金的認列的話 這個會是一個相當大的大補完 所以目前法人覺得預估 今年的EPS大約在3塊錢到7塊錢左右 那因為這個空間算是蠻大的 因為畢竟來講 到底今年的權利金的問題 能不能有效的入列 還有像這個新的藥證的問題 能不能有效的做一個申請的話 我想都是影響公司在今年整體獲利 比較大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但是整體來看的話 今年呢會擺脫這個去年虧損情況 來做一個獲利是比較利多的表現 好 那我們講完了藥華藥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美食在今年的營運展望 美食在2019年啊 跟美國血癌藥原廠 BMS達成和解 那以限制出貨量的方式在美國上市 那從2022年到2026年的1月底 逐年的上升 但是不能超過10個百分點 來做一個這個出貨 因此在這期間的話 這個可以預期公司的營運的獲利 可以逐年的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那目前的話 因為只有6家的業者 那對於這個藥品的話 也不會面臨到價格的一個競爭 那根據這個原廠的銷售情況來看的話 你拿這樣的產品 日常規模是高達128億美元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一兩年 美食的獲利可以成長這麼快速的最主要的原因 美食在近年對於東南亞的版圖也是磨全獲獲 因為近期美食在收購了全球最大學民藥 TIVA的泰國子公司 那預計在今年第三季就要完成了 那要擴展的是癌症 還有這個女性健康 眼科 呼吸醫療的相關的 那甚至呢 也透過了泰國的藥局通路 這個打進整個東南亞的市場 那以目前這個統計根據 東南亞的藥品市場 從2024年到2028年 這個年復合成長率高達6.2個百分點 算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一個市場 最後的話 就是美食今年 已經取得了11項藥症的核准 包含了癌症 還有像這個肺纖維化關節炎的各項產品 潛在的市場規模 這個高達了155億美元 近期的話 公司也把他的營運重鼠軸 放在了學民藥 這個以及新成品的新藥 包含了藉飲藥品 然後還有這個藥界的明日之星減肥藥 所以對於美食在今年的 整體的獲率預估的話 反正目前預估的話 是高達了16塊到20塊 這個比起去年的15塊的話 還要持續的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第三回合 目前的這個股價表現 技術面表現情況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6446的藥花藥 這個在今天 還是持續有改寫波段新高的表現 那以目前整個籌碼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的不錯 因為在整個漲勢的過程當中 除了在5月中的時候 爆了一根大量之後 各位其實可以很明顯去觀察到 整個籌碼面 其實是從閃戶的身上 流到了大戶的身上 所以股價在漲勢的鋼中 這個出現就所謂小量或大量的情況 就代表說 整體籌碼 這個在未來的展望的一個部分的話 算是持續的往上穩定的一個走高 美食的部分呢 美食的部分就相對的一個表現 就沒有藥花藥的這麼的亮眼 那從整個技術面來看的話 還是呈現這個比較屬於主體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 我認為其實跟他的營運的業績 比較屬於看得到的 的一個表現 因為畢竟來講作為一個學民藥 那他在整體的營運的爆發力上面 他不像是藥花藥 來的這麼的一個亮眼 所以在市場的期待性的部分的話 就會相對的比較中性一點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覺得藥花藥還是會稍微多一點爆發力 那結束了三回合的比較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家公司的分數到底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藥花藥的部分 其實從整個財務面的安全性來看的話 因為就我們在觀察這個台北股市的一個波動 其實像這種本夢比的股票 有時候會常常發生的問題就是說 他可能基本面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他就是未來的一個機會嘛 可是有時候財務狀況呢 影響到的股價 他波動就會來的比較驚人一點 所以在安全性的部分的話 今年的話我給他打的是2.5顆星 至少他已經不再虧損了 那本業的部分轉歸為引 在今年的這個展望爆發力的話 我覺得還算可以來做期待的 那成長性的部分呢 因為畢竟在高齡化老人化的一個時代 那台灣其實在本來藥物的這個市場裡面 我比較可惜的部分 這個就是吳杰常在節目當談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 醫藥界的發展 就是少了一塊的 這種未來性 因為畢竟在這個幹細胞療法的這個大量的成長的一個世代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未來會取代很多的藥品上面的應用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可是畢竟來講 這樣的幹細胞的研發他必須要更長的時間 所以至少未來的長期成長性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有一定的一個穩定 所以我給他3.5顆星 那至於說在爆發性的部分 當然就是取決在今年對於藥化藥來講 我想各大的利多那就在手上了 不管是今年的這個新的藥證 或者是未來的這個三期臨床的一個公布 那還有像這個權利金上面的韌列我想都是今年在整個營收獲利上面的爆發性的期待 再來的話美食的部分安全性 我覺得稍微比起這個藥化藥稍微好一點 那至少公司的營運獲利在過去這兩年的話都是持續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那可能就是說到了今年明年之後 因為畢竟股價其實也在300塊錢左右 整個財務上面的話我覺得是可以 可是安全性的部分的話 就沒有辦法像我們過去一些電磁股方面 可能高達的4顆星4.5顆星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成長性的部分我想跟著整個大環境來看的話 伍傑一樣給他3.5顆星 至於說在爆發性的部分 當然今年的話會有很多的新藥證這個到手了 可是整體的財務的爆發面的話 還是要看看這些藥品的競爭力到底是如何 因為畢竟來講 這些所謂的學民藥的一個行銷 它其實不是勾行獨器 它必須要跟其他的業者來共同做一個行銷 當然這個就會 取決在公司本身的行銷能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整體的爆發性的部分在考量到的是 我們剛才跟他提到的從外面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給他3顆星 OK 好啦那所以最終來看的話 這也不是代表說美食就不好了 而是說我們在總體的研判的部分 至少財務面的部分 美食我覺得算是一個比較中長期問定的公司 那藥華藥這個以一個藥打天下 那這個藥成功了 當然這個就雞犬升天 因此在這次的PK在裡面的話 藥華藥稍微以10分 這個多了0.5顆星 略優於美食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OK 那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當然喜歡我們節目的粉絲朋友的話 也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前進內在我們下次見